这是秦孝公迎去梁为魏央推行变法做的第一步人事安排 任命新官 但会还没开 担心地位不保的老士族就开始骚动了 老士族铁了心要捣乱 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国军迎去梁愣是让他们硬起的拳头全砸在了棉花上 上大夫上将军会商决意受官任职推行新政 迎去梁这段开场白看似平常 实际却大有讲究 第一是有意不提变法只提新政 给大伙传递一种假象 我们接下来不搞大动作 不动大家蛋糕 大家都不要紧张 第二就是接下来的人事任命 是我跟上将军迎前上大夫干龙的集体意见 两位大佬手下的马仔们 你们可要乖乖的听话哟 而等大伙吃了定心丸之后 迎去梁便对山东世子进行了人事任命 几乎所有的招先管世子 都当了县令 郡守或者中央官员 担任最高职位的是王室 做了岳阳令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官不大不小 但却都掌握实权 而相比之下呢 让老氏族最警惕的那位世子的任命 则让人大出意料 军书宣读完毕 氏族元老们顿时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他们原本以为 魏央马上就要成为红的发子的权臣 像韩国的深不害那样 耀武扬威的立即对他们动手 谁料这国君才给了魏央一个克青 这个克青啊 是没大没小的一个虚指 对任何官署都不能干预 只能和国君聊聊天 扯扯淡罢了 可是让世俗元老们不舒服的是 县令 郡守 这些军政一把抓的地方大员 甚至连国都岳阳的最高长官 都派给了外邦世子 不过元老们不舒服归不舒服 嘴里却讲不出 毕竟国君花大力气招贤 没有中用那个咄咄逼人的魏央 还能不交用其他闲事吗 其实啊 这就是迎去良的精明之处 他这番不着痕迹的铺牌 为的就是不让魏央过早的显露锋芒 以免树敌于元老仲臣 而这番任命呢 巧妙地让老十足放松了警惕 在他们看来 这个魏央对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威胁 当迎去良宣布散会时 刺脱团代表甚至还抱怨 可是正当这群人傻乎乎的魏央抱不平时 一直不动声色的老干龙 默默注视着郑士堂的一切 只有他隐隐感觉到了不妙 这老十足集体进入了国君的圈套 被卖了还在帮忙数钱 但他有什么办法呢 人家迎去良的手段 都是光明正大的杨某 是无论如何挑不出毛病的 于是他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迎去良得了便宜还卖乖 解决了新人的官职问题 迎去良开始着眼于老人的人事调动 这项工作难度极高 因为他直接捅了大清集团 最有权势的几个人 这是秦孝公迎去良 与几个新锐大臣 联合演出的一出双簧戏 目的是为推行变法 架空老干龙为首的十权派 这是项艰难的任务 毕竟老干龙这伙人 可是树大根深 为了防止这帮人有过激反应 迎去良特别举行了一次 非正式的茶话会 并在一开始就放低了姿态 说好了 今日你我君臣不须朝礼 敞开了说 老几位 从河西大战以来 咱们秦国遭心事是一个接一个 弄得咱都没空坐一桌 今儿好不容易闲着 咱们好好的喝两杯 也说说心里话 话音刚落 刚在几番大战中 展露头角的车鹰 就顺势揭查 车鹰态度诚恳 本应是坚决拥护领导的一切决定 这话接得按理说没毛病 但言者无意 听者有心 因为在眼下这个人 是变动的敏感时期 除了招贤馆的山东世子 像车鹰颈尖这样的新锐大臣 上位那是迟早的事 而地位最微妙的 就属甘龙杜志公孙谷子岸这样的老人了 这些老人能混到 大清集团的前几位 那绝非等闲 所以呢 他们知道今天的燕不是好燕 而后起之秀车鹰抢先答话 更是在抢着表现 这种时候 作为国军兄长首席重托 迎前故意压一下年轻人的气焰 存不住气的子岸 虽然粗鲁地连怼了车鹰警间 但却说出了杜志公孙谷 甘龙几个老人的心里话 林居良一直默默观察 眼见矛盾已经公开化 就顺势抛出了今天的核心话题 诸位都是老臣老将 现在动谁都不好 居良考虑 只能将诸位的官职向上着升 腾出几个做事的位子 让世子们去施展施展 否则 求贤令没有了结果 谁都不好看 说到底 我也拿不准新政究竟能否成功 只要诸位以大局为重 支持新政 我等君臣便可以对国人 对天下 对祖先都有个交代 若三两年内新政无功 自然还将借重诸位 重整大局 宁居良这番话呀 水平很高 高就高在 把秦国求贤 把让老人让位新人 定性成以大局为重 对国人 对天下 对祖先有个交代 反过来说呢 谁要是反对求贤 谁不愿意给新人让位做事 谁就是跟国人 跟天下 跟祖先对着赶 老几位真要到了那一步 可别怪我翻脸哦 不过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以大局为重 说不定以后还得靠大伙呀 这宁居良话说的留有余地 但甘龙的笑天犬度质 却不买账 我说老板 你可别蒙我们 君上不说变法 说是新政 那么君上能否说说 新政的纲目 宁居良才不上套 我现在比你还挤 可纲目也得一步一步的来啊 我能一口说清楚吗 我跟你说清楚了 你们几个老东西 还能心甘情愿的让位吗 你当我傻是不是 眼见迎居良受到挑战 大哥迎前也果断送来助攻 天女杜之麻烦 接着说 迎居良看镇住了场子 就掏出了早就写好的 人事任免令 这是秦孝公迎居良 颁发的一道 令人匪夷所思的人事任免令 内使景监 虽有招贤辛劳 但多有披露 谦左书长府 掌使之职 臣奉命 其二 魏魏车英 历练不足 谦到左书长府 出任魏魏 听到国君拿景监车英 两个新贵开刀 此案大大的出了一口气 可他还没高兴两秒 就被撸掉了地位显赫的岳阳令 谁有此理 此案大胆 臣奉命 迎居良轻轻地输了一口气 果然关键时刻还是大哥好使 但他也知道 已经被贬官的景监车英 甚至此案都还只是开胃财 真正难搞的是后继位 督致是看出来了 景监车英两个新贵 虽然被贬官 但被贬之后的质味却极为重要 这是典型的名将暗生啊 而自己这个生官就很滑稽了 这算什么 我素来执掌府库 这让我 让我当太妙令 整天烧香 督致一脸不情愿 对这道任命 他是连标点符号都不想答应 于是呢 赶忙望向甘老师 希望甘老师能给点指示 但甘老师直接一个白眼 让他放弃了抵抗 紧接着 长使公孙谷也被升任太子父 这老哥已经看清了 前面几个人都答应了 在面子上也过不去 于是呢 直接奉命 而有趣的是 配合国君唱双簧的一号演员 被撸掉左书长职位的赢钱 还假模假样的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 然后又果断奉命当太子首富 最后压咒的 最荒诞的 就是给老甘龙的任命了 上大夫甘龙 年高得少 谋划深远 着生太师 位居大臣之首 相助国君 协理阴阳 荣通天地 凝聚朝野 这道政令一发 就意味着我们熟悉的甘老师 从此升级为甘太师 甘太师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搞阴阳通天地 这个岗位主要的特点呢 就是没识权 不干事 一夜之间 以老甘龙为首的文官集团 被名声暗将 这些老人在赢去梁的阳谋下 还没来得及抵抗 就被碾压出了心症之外 对此呢 老甘龙早已冻若观火 身段欲软 其心欲坚 也就是说 山风海雨 就要来了 老师的意思是说 他们真要在秦国大折腾 消不了啊 可招贤管那帮世子都做地方官 谁能撑起大局大折腾 王氏 不会啊 喂羊 甘龙不愧是老狐狸 虽然被升为太师后 他被迫退居了二线 但凭借老辣的智慧 他还是精准地洞察了一切 更厉害的是 老江湖的套路远比年轻人更深 老江湖的斗争经验 远比年轻人更足 被剥夺了实权的老甘龙 会给秦孝公推行变法 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秦孝公又该如何接招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喜欢朋友 还请来一波关注点赞评论 你的支持是古道 吃就动力